比赛开始 游侠军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6月15日2024年 全国七年U20田径锦调赛 第二个比赛增加火热进行当中 今天给大家会计算的是 女子1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会计算的主角 就是来自成都的刘侠军 现在的刘侠军年仅才只有18岁 也是中国短跑达难生气的新鲜 最终刘侠军以11秒75的成绩 逆转投华 刘侠军也是一位实力和美貌并存的学兽 刘侠军的甜美笑容 直接感染了所有的观众 原来短跑运动员还可以这么美这么甜 在2023年11月3日进行的 中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 女子100米决赛中 刘侠军以11秒73的成绩 打破了自己的比赛 也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 从那场比赛后 刘侠军就很少出现在田径赛场 因为近期刘侠军都在备赛高靠 赛前刘侠军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并没有进行系统训练 这对于他的状态调动方面 也是有所影响的 而就在比赛前一天下大雨 刘侠军因为打不着的车 然后骑自行车不是很摔倒了 幸好只是膝盖磨破了一点皮 不过对于他来说 还是会有所影响的 今天刘侠军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刘侠军的最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二跑道 来自香港的白凯文 比赛开走白凯文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安领中 而刘侠军起跑并不好 基础的第五位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刘侠军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后才加速能力 开始攻击 只见刘侠军连超四人 渐渐聚了上来 只见刘侠军后程上演了狂飙 这也一下子就将对手门甩开落 只见刘侠军跑出了无人区 只见刘侠军率先冲过了中间 最终刘侠军甩开对手三明远 以11秒75的成绩逆转夺化 而白凯文以12秒05的成绩获得压剧 虽然这个成绩 距离刘侠军的个人PB 还有0.02秒的差距 距离国家渐渐的11秒70 也只有0.05秒的差距 但是对于近期 以学业为重的刘侠军来说 已经非常不错了 从其跑步好 只排在第五的位置 在他后程爆发 联超四人 上演跑进无人区的画面 只能说刘侠军真是很难的 以期待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得着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护擎 我们下期再会